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以往过年期间肯定是许多民众的热门景点,不过今年春节人潮却不如过往,并未涌入大量游客,当地旅馆业者感叹20年来只有今年没有满房。 今年春节南下肯定的车流量,每小时最多达2500辆车次,并未突破3000辆的关卡,据联合报报道,连知名景点南湾沙滩,昨天中午未如预期涌入大量人潮,只有少数游客前往当地水上游乐社失业者照常营业,却没有太多游客上门。 肯定的旅馆业者主管则称,今年春节罕见未满房,是20年来头一次。 肯定大街先前爆出鲁味之乱,观光区物价高涨的情形备受关注,有人认为游客减少空与近期肯定物价暴涨的负贫有关,对此也有网友表示去肯定被当盘子腻骂。 经验上,如果台北市过年时是又冷又湿,肯定就会塞爆了,花的钱都可以出国了,还不如去冲绳。